哈囉 各位台中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 ZERO PLUS 掌聲講解講 Yeah 胖胖每次主持這個ZERO PLUS 也都有壓力喔 胖胖身高一八二 有身高一八二 但是你知道 想要站這裡或甚至我站這裡 Oh my god 差不多啊 很奇怪 你們各個都是林志玲的身高耶 我的天啊 敢不敢嗎 林志玲身高一百七 一百七啦 這個甜胖也會很生氣 不過沒關係 因為桃胖常常在像台北線 新台北市 來像桃園新竹活動 都遇到我們ZERO PLUS 你們北中各地爭戰的成果 這樣這個短的時間 就累積這麼棒的這個致密度 有什麼快的感覺或興奮的 Fu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吧 Oh my god 這張還有講到 我們最近發行的EP 加上寫真日誌女孩 華麗冒險 對 剛才我們唱的這首歌呢 就是這一次的主打歌 所以整個剛才歌曲 也是整個非常繽紛 而且歡樂 就跟我們現在是一模一樣 尤其是見到就是台中 所以我所有朋友們 一樣的道理 怎麼這麼多人呢 YA 嗨 你們好 YA 整個活力都亮起來了 都會亮起來了 是 而且 真的我覺得今天我們ZERO PLANT 你們身上的裝備也都很敬業 是 沒錯 今天就PINK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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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裏面 全部都跟你是 我們 這個階段 兩個小事情 第一個是 我們每一個階段都會會請歌手 帶領台下的粉絲 來 把你手上的ANDWAAAAHCom拿起來 打卡好不好 打卡 還沒開一點 還沒打卡的朋友 好 打卡的 好 趕快給他打下去 你會看到白天氣點 白天不厭 有 看到了 好 第二個小事情 你知道嗎 我們ZERO PLUS有一位忠實的粉絲 聽說北中南各地 他光這樣追你們 花著高鐵票 都不知道花多少錢了 謝謝他 真的 我們歡迎這位神秘的歌迷 來到舞台上好不好 歡迎這位粉絲 來來來來 歡迎妳好 哇 他戴的帽子是 ZERO PLUS 你看到帽子 ZERO加這個家號 來告訴我台下朋友 這位可愛的粉絲叫什麼名字 我叫黑月 黑月 黑月 追這個ZERO PLUS不累嗎 在在 其實還好 還好 很喜歡 對 有沒有喜歡 嗯 他們剛出來就喜歡 從剛出來就喜歡 他們都飛到現在 那因為這個忠實的粉絲呢 今天追到台中市政府前光場 對台中市的感覺如何 你不覺得台中亮起來了 我覺得台中很漂亮 台中很漂亮 超閃亮的 不錯 那今天呢 因為我們的歌迷朋友每個階段 包括等一下所演出的 聽望團體跟個人 我們都是從歌迷朋友 零選出來的 那既然黑月被我們零選出來 我們階段 讓你跟我們的 ZERO PLUS玩三連拍好不好 好 你有沒有帶手機 你有沒有帶手機 好 那你趕快拿起來 好 然後我幫你拍 台下的 攝影大哥也可以拍 對 請不要客氣 雖然不是你但是可以拍 對 大家來拍一下 然後你們可以跑到前面來 你看我們的蕭佳琪蕭副市長 市長 對 他在喝水 先不要打擾他 好 ZERO PLUS跟我們的黑月 麻煩看我們今天 中間 中間 粉絲福利 好來 粉絲福利 好 一連拍 一 耶 好 再連拍 二 五 黑月擺個可愛的動作 三連拍 他可以ZERO嗎 ZERO 因為我們是ZERO PLUS 一起零嘛 來來來來 好 再拍一張 耶 三連拍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黑月謝謝 謝謝 那從今天晚上之後 還要繼續跟著我們 ZERO PLUS到處跑到頭好不好 當然 當然 謝謝 謝謝我們的黑月 謝謝你喔 謝謝 謝謝 那胖胖哥 其實我們今天除了就是 有這樣的粉絲福利之外 我們還帶了一點小禮物 要給現場 請說 請說 我們是帶了我們的限量簽名海報 想要送給朋友們 但是你們是不是離我們太遠了一點 我們丟得到嗎 覺得我們特助拿到了 我們暖身 我們立委特助拿到了 蔡錦龍特助拿到了 想要得到海報的舉手 想要得到海報的尖叫 尖叫 你看 這邊阿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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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到前面來了 現在已經沒辦法拍到你 所以等一下有海報 是待會兒邊不要邊送 現在先送 我們現在先送好了 我怕我們太用力會丟不到 然後歌就亂唱 我們還是先把海報送出去 因為太用力 阿伯 我們直接送給你好了 你不要再接了好不好 謝謝 先給這個阿伯一張 他好愛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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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先贏 我們本來不是要用丟的嗎 結果大家都跑來講了 謝謝 先跑先贏 好 我們先叫 等一下這樣丟的好不好 小心不要飛機 而且我們還要另外說 我們待會兒小心安心 OK 待會兒再進行 OK 待會兒再進行 我們當然還有遊戲喔 小心安心 小心安心 謝謝 謝謝 你看 從台北到現在 我們會在他的說話 有必要做了 《掉落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哥 庫子掉了 謝謝大哥 好 快壽呢 很開心 看到你們這樣 這短短時間喔 帕帕從你們出道到現在 就幹嘛拆妳 繼續我們現場的 家賓朋友帶來的歌曲又是 接下來的就是 剛才我們沒有送出去遊戲包 就是今年我們2011年 代言華裔國際 的沈耀王 Online的主題曲 那今天首歌的同時 也是超市333故事館 單元偶像劇的片尾曲 叫做開啟愛 掌聲加尖叫 希望大家會喜歡